约书亚记 第三章 约书亚清早起来,和全体以色列人从石亭出发,来到约旦河,在那里住宿,等候过河。 过了三天,官长走遍营中,吩咐人民说, 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会,又看见台约会的立位支派的祭司的时候, 就要从你们所住的地方出发,跟在约会后面走。 只是,你们和约会之间应有一段距离,相隔约一公里,不可走进约会, 好使你们知道你们应走的路,因为这条路你们以前没有走过。 约书亚对人民说,你们要自节,因为明天耶和华要在你们中间行骑士。 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,你们要抬起约会,在人民前面过河去。 于是,他们抬起约会,走在人民的前面。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,今天起,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中成为尊大, 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,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 你要吩咐抬着约会的祭司说,你们到了约旦河水边的时候,要站在约旦河中。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,你们走进这里来,聆听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。 约书亚说,看啊,全地之主的约会,必在你们前面过约旦河。 你们因此就知道永活的神是在你们中间。 祂必把迦南人、赫人、西魏人、比利喜人、格加萨人、亚摩利人和耶布斯人从你们面前驱逐出去。 现在,你们要从以色列众支派中选十二个人,每支派一人。 台全地之主耶和华约会的祭司的脚掌一踏进约旦河水里,约旦河的水必被截断,那从上游流下来的水必立起成垒。 人民离开帐篷出发,要过约旦河的时候,台约会的祭司在人民的前面。 台约会的祭司来到约旦河,他们的脚碰到水边的时候。 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尝试涨过两岸的,水就停住了。 那从上游流下来的水立起成垒,在很远的地方,就是在萨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,那往下流入亚拉巴海,就是沿海的水完全被截断。 于是人民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过了河,台耶和华约会的祭司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站住,等以色列众人都在干地上走过去。 直到全国的人都完全走过了约旦河为止。